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下午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學習精神醫學領域 兩個別有趣的專題 也是拓展我們這個專業的兩個分支 第一個呢 叫做聯絡匯整精神醫學 另外一個呢 是精神科的急診 我們做醫生都有急診 住院 有門診 那麼精神科同樣有急診 那麼精神科的急診是什麼呢 我們先一個一個來學 先來學習匯診 聯絡匯診 這講究的就是現代社會 我們最講究的叫做團隊 協作精神 其實臨床醫學它也是一個網絡 每一個臨床的亞專科 它都必須是一個聯絡的整體 才能整體對一個病的性質全面的服務 那麼聯絡匯整精神醫學並不是一開始就有 它有自己的一個歷史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會提出聯絡匯整精神醫學的這個概念 這是WHO的一句話 叫做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翻譯過來就是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 我們的人體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 一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血肉之區 也就是我們的軀體 它由器官和系統組成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精神活動 它就是由我們剛才學習的認知活動 情感活動 意識活動 那麼我們的區體和我們的精神活動 它是分開的嗎 不是 它是有機的組合在一起 我們的精神活動 我們都知道 離開大腦這個高度發達的物質器官 精神活動就不負存在 那麼精神活動和區體器官之間 它的健康 它是有一個相互一層的關係 同時 它們之間本身就通過一定的介導 來實現這種功能的互換 這個介導 比如說參加的系統 就可能有 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免疫系統 通過這個橋料 來達到精神活動和區體活動的溝通 那麼 由區體疾病 我們區體吃五股雜糧 整是會有各種各樣的毛病 那麼區體疾病 跟精神症狀之間是有什麼關係呢 那也就是告訴我 這下列這樣三個 比如說下面這三個的這樣的 本來應該是區體疾病 它可以辦法精神症狀 就是說由區體疾病到精神症狀 那麼比如說像老氣質性精神障礙 老外傷 老枕瘤 癲癇 區體疾病 本身區體疾病 辦法的精神障礙 感染啊 內分泌疾病 代性疾病 還有 毒品 酒精 我們稱為這種精神活性物質 也可以導致這些障礙 那麼反過來 如果我們遇到了很多應急事件 生活事件 我們整天憂鬱 焦慮 緊張 會不會出現區體疾病呢 就是說由心理到區體 會不會有這樣一個過程呢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這樣一種疾病我們叫心 生疾病 由心理到區體 由心理的問題 導致了區體的障礙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前面一張片子告訴我們 由區體可以到精神障礙 叫做身心疾病 區體疾病 辦法進行障礙 那麼由心理障礙 也可以導致區體疾病 中和醫院 我們來看看中和醫院的精神衛生 那麼有一個很有名的調查 對門診的一個調查 可以發現我們把患者 來就診的患者 看診一個整體的患 可以分為三個三分之一 其中一個三分之一呢 就純粹是區體疾病 那麼另外一個三分之一呢 是精神心理疾病 另外一個三分之一呢 是與心理社會因素相關的區體疾病 那就是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 都有咱們精神衛生的問題 所以說他提示我們 患病的個體需要 他個體需要 本身就需要其他的學科 與精神學科 這樣一個組合的多學科服務 科研本身也需要 其他學科和我們精神學科 一個整體 我們現在的科學研究 離開了其他學科的支撐 單靠精神科 單腔筆碼做不出東西來 當然醫生就更是需要 癮創其他學科 與精神學科的多學科的知識 所以說這個方法 就誕生了中和醫院的聯絡匯診精神醫學 那麼聯絡匯診精神醫學究竟是什麼 它應該做些什麼 它有哪些人去承擔 那我們就來看 聯絡匯診精神醫學 分為四個要素 一個就是 包括 研究 包括躯體疾病的心理社會因素 心理社會性因素 以及 識別躯體疾病所辦法的精神威師問題 並進行治療 認識治療 主要內容是 精神科醫生在整合醫院裡面 扮演 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 精神科醫生在整合醫院裡面工作 這是一個內容 匯診精神病學 聯絡精神病學 完成這個內容 屬於 中和醫院精神病學的範圍 這就是 聯絡匯診精神醫學 更多的 主要的 在中和醫院完成 匯診精神醫學 在中和醫院 我們運用精神科的知識和技術 處理 具體疾患的病人 匯診 我精神科的大夫 去跟 有精神科問題的 是 具體疾病是原化病的這些病人去匯診 也就是其他臨床學科 請我們精神科代科去匯診匯診 這叫匯診的精神醫學 你看 包括 具體疾病在整合醫院治療 但是 他原來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只是他出現了具體疾病 這個是需要匯診的 那麼他原來沒有精神障礙 他只是有具體疾病 辦法來精神障礙 這也是需要我們去匯診的 由於各種原因 就準於 灰精神科的精神障礙患者 聯絡 匯診聯絡 其實你要因素把它分開還是不容易的 他實際上幹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但是 聯絡精神醫學跟他不同的是 在中科醫院開展 與精神科有關的醫療 教學和科研工作 他匯診精神醫學 他只是幹匯診 所以說 聯絡精神醫學這個概念就為他 扣大了 他還出開醫療 還有教學還有科研 聯絡 就是精神病學 所以其他人從學科之間架起橋樓 建立關係 建立溝通 建立渠道 我們看看聯絡匯診精神醫學的歷史與現狀 已有六十多年歷史 分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個萌芽的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形成聯絡匯診精神醫學的概念 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 这个年的汇气已经蓬勃发展 形成了一股潮流 甚至在改变精神卫生服务的模式 你看下面一个例子 美国社区精神中心 他在建立了 他开始建立在全美国 建立和扩大精神联络 扩大联络精神病学的服务 以社区为载体 建立和扩大联络会生精神医学 这个服务范畴 那么他只经过了短短的20年 就达到了什么效果呢 精神卫生事业机构 增加了75.8% 这是闪得很广的 但是精神科的床位呢 却下降了一半 那就是说 咱们联络会生精神医学的 这个功能大家看到了没有 一下就显现 没有那么多人住院的 周历和公立的精神病院数 减少了12% 公立医院周历医院的这些床位数 也缩减了四分之三 所以说 这种联络会生精神医学 它对这种临床的效果 对这个社会的效应 可以通过这个例子 显而易见 而我国呢 是在20年代80年代后 依托于各个高校 依托于各个大学的附属医院 我们建立了 中和医院的精神科 这样子 联络会生精神医学就蓬勃发展了 你看 03年 北京就成立了联络会诊 协助组 06年 我国增核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的精神科的这些服务主要有两个主体层的 一家呢 就是叫做专科医院 就是专门的精神科医院 另外的呢 就是中和医院成立的精神心理 这个临床 这个临床心理科 这一类型的 中和医院的精神科 那我们来看看 中和医院 精神卫生服务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一 精神卫生服务的资源不足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长期以来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的重点 是精神病医院和重性精神病患者 其服务范围 其实没有达到精神卫生工作的1% 这个数据看上去挺夸张 我们这么多人在城市精神卫生工作 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1% 那还有99%的人没被我们服务 目前全国平均每10万人口当中 只有移民精神科医生 这个比例太小了 还有就是我们 为什么这1%的人得到了服务 那就是因为 很多人没有被我们识别出来 没有被诊断出来 我国整合性医院中的临床医生 缺乏应有的精神卫生知识的训练 不能识别出它是一个精神卫生的问题 所以说连诊断都不能诊断出来 那怎样能达到他跟他服务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缺乏服务的手段 也就是没有系统的费诊 联络费诊精神医院工作在国内的开展是相对吃厚的 临床医生服事精神症状 医生缺乏这些心理卫生知识 把有病看成没病 很多医院没有开设相应的精神卫生专科 那我们国家现在对三级家的医院 是有一个指标 就是你必须办这个科 目前主要是传承的会诊 就是别的科有了我们科的情况 把我们叫过去会诊 而没有专职的会诊联络医生 常规的参与临床医院服务 大家看看后面这句话是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我们应该有机会这样的小组 常规的参与其他临床的服务 那么做好联络会诊精神医学的这个意义 第一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一个模式 就是由纯粹的生物医学模式 过渡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也就是把我们的服务对象当成真正的人 进行人性化物 纠正这种只见病不见人的倾向 这就是要达到模式的改变 要让医生在医疗工作当中 自觉的运用适当的心理咨询 行为治疗技巧和整体医疗服务 来达到提高医疗服务的手提 第二如果我们做好了联络会诊精神医学 我们就能够达到输短住院的周期 提高病床周转力 减少医疗志愿的浪费 所以说你看我们有几个这样的研究发现 单纯的躯体疾病患者 他在那里住院 与住在非精神科的抑郁症患者 消耗医疗资源要多两倍 被渗往急诊科的厕所又搞得出七倍 有精神发作的患者 在急诊科看病的次数 是单纯的躯体疾病的十倍 就是他只能一个单纯的躯体疾病 与我这个有精神障碍的人 我这个有精神障碍的人 要不断的去急诊室 那个次数要多十倍 急诊70%的患者 在确诊前 曾经看过十个以上的医生 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 哮喘也是于此的 还有第三个功能 他就是能够预防 杜绝事故纠纷的 隐患 及时转诊和处理有关患者 预防杜绝如自杀 外逃伤人 疑患成都 解决患者 求疑无门 求治无方的痛苦 减轻临床的压力 联络会诊精神医学 究竟要做哪些工作呢 常见的工作 处理哪些病 大家可以看到 罗列拉策文毒 占罗 这是会诊的大夫 经常要做的第一件事 当然占罗我们会放在 后面的急诊 它也是 急诊医学 精神和急诊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重点我们在急诊医学里面讲 第二个就是抑郁 焦虑 躯地形成障碍 精神病性症状 睡眠的问题 同等的问题 还有司法的问题 这些都是由 联络会诊精神医学来承担 张望 13%的在征后医院住院的病人 都有张望 被发现有张望 张望在短期的出现 张望主要表现为短期的上时 意识障碍 定向障碍 感觉障碍 幻觉 积悦 这是精神科临床上 最常见的一个精神科症状 它又被称为急性脑病症或症 这常见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高热张望 发高烧会说胡话 对不对 这个肝性脑病 肾性脑病 肺性脑病 现在病人大家见过没有 糊里糊涂的 这叫做张望 张望主要是指的意识情绪度的下降 然后伴有这种运动性的不安 伴有认知功能的障碍 定向障碍 定向障碍 同时会出现生动的 往往带有恐怖性质的这样的幻觉 包括幻听和幻视 经常看到有鬼 听到有人喊 出现错觉 例如是跟他打上一根吊针 他就要把他拔掉 为啥 他说这个书业管是一条蛇 其实没办法给他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精神和急诊和我们会诊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工作 后面我在急诊医学的时候再讲 抑郁 抑郁是最常见的精神病性症状 22%到24%的病人 存在不同形式的抑郁 你看 这个抑郁的发生 其中被识别的 就是在这个22%和24%的人里面 真被我们看到的 只有25% 接受治疗的 只有被识别者的 就是说你即使被看出来了 但是接受治疗的 它只有50% 那我们说 这种抑郁既被认识到了 又被诊断了 又被治疗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算这个比例 要把这三个比例 乘起来 对不对 连乘 连乘 大概这个数字 我一下反应不过来 看看大家是多少 就是说你看这个比例 就相当小了 那么 抑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 包括 心境低落 兴趣缺失 食欲下降 体重减轻 失眠 或者是睡眠过多 两个几个 有的人就是睡不着 也有的人 失睡 积月和迟缺 缺乏自信 自罪自责 抑郁的这一系列表现 其实这里面我们能够读到的 排在前面的 就是一个心境 一个情意 情感的体验 就是处于低沉 灰色调 不快乐 所以说我们对小孩 抑郁的时候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万念俱灰 同时它有生物学的症状 大家知道吗 有三个很有名的生物学症状 不想吃东西 然后就体重下降 然后就失眠 而且这个失眠里面 有一个最有趣的 它就是着醒 我们说失眠 我们有时候也失眠 我们主要是入睡困难 睡着了 往往还能睡很久 但是一旦有抑郁的 生物学症状的时候 它确确是着醒 着醒是很痛苦的 那么对这种抑郁的治疗 我们主要就是 一个是心理治疗 我们在理论会诊以后 我们就一定要帮助 其他科的大夫 和我们自己 对这个会诊的 当事人进行心理治疗 同时抗抑郁药的治疗 是常规的 这些抗抑郁药 有一批 有各种类型 这里面我举的例子里面 最主要的 我们叫做SSRL药 我们又叫它 俗成五朵金花 像福西丁 帕洛西丁 舍去灵犀 这样的药 焦虑 人无缘虑 必有禁忧 焦虑是一个常见的东西 什么是焦虑呢 焦虑就是紧张不安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紧张不安 它就是对未发生的事 它整次去预感 可能会出现不好的结果 出现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情况 而自己呢 又不知道怎么应对 这样你就会产生 一种不愉快的情绪 这个叫焦虑 最常见的两种焦虑 一个叫精肯状 一个叫广泛性焦虑 那么焦虑的治疗 心理治疗 行为治疗 和药物治疗 那么焦虑的药物治疗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它为主的药 是抗抑郁药 所以说它很多治疗 是跟抗抑郁治疗 是沉淀的 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本阿旦佐那药 可以缓解焦虑 而且既快速 效果也好 还有一个肾上腺素 阻断剂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心得安 让它的快速心理 平定下来 抗焦虑作用 疼痛 这个疼痛 以前都认为 是骨科的事 是神经内科的事 因为那都是神经系统 这些疼痛嘛 就是骨头伤筋动骨 在痛嘛 尤其是那些慢性疼痛 那么事实上 现在疼痛啊 以麻醉科 为主体办了一个疼痛科 疼痛专科 现在是由麻醉科承担的 它做的 你这些疼痛的理念 其实跟我们精神科 是很有关系的 疼痛是由实际的 和潜在的组织身上 所以引发了一种 不愉快的感觉 和情感经历 你看感觉和情感 这是我们的范畴 或就是这一省上 所做的疼痛 有急性疼痛 慢性疼痛 这些疼痛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在过去一年里 都有过疼痛 这是所有的人都算起来 等等长期临床内心 就有偏头痛 大家也都听说过 紧张性头痛 慢性的脊背疼痛 肌筋膜疼痛 中国针 轻微性疼痛 慢性盆强疼痛 都是长期的这些疼痛 那么疼痛的治疗 心理治疗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放声训练 生疾训练 我们知道肌肉的疼痛 一定是它 经常不恰当地 处于一种收缩状态 所以说我们的 肌肉生疾剂 能够有震痛的效果 生物反馈治疗 这是我们一个专科治疗 还有物理治疗 药物治疗呢 大家都知道 疼不疼吗 直接给你 震痛剂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震痛剂我们都知道 很多震痛剂都面临一个什么 依赖 所以说 震论剂啊 我们的使用是用狠处方处理的 就是说医疾管制的药品 还有抗癫痫药 抗抑郁药 大家会感到很奇怪 抗癫痫药还可以理解 抗麦西丁 治疗疼痛痛 控制了人 异常的放电 这个理解 大家会感到困惑的是 为什么抗抑郁药 可以治疗疼痛 那么这个疼痛 它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不愉快的情感体验 那么疼痛这种症状 它也许跟情感 共享相同的神经地质 神经疼怒 这样说一旦激活了 情绪的 不良情绪的这个环路 那么除非该出现 甚至不出现情感体验的基础症 疼痛的症状 可以代替情感的症状出现 转换 由内在的情感的障碍 转换了疼痛的症状出现 还有其他需要 联络会诊治医生医学服务的 有ICU 器官移植 那有器官移植的环节 我们要有我们的服务 枕瘤患者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会成立这种临征关怀病房 太需要我们这些精神卫生的人 跟他去进行心理辅导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什么 爱子 还有一个就是自杀危机的感觉 好 联络会诊治医生医学 我们就告一段落 我们来学习第二个部分 急诊精神医学 精神科基层 又叫急诊精神秘学 它是精神秘学的一个分支 其他科有急诊 精神科同样有急诊 主要的是 助理研究精神障碍患者 突然发病 和病情突然加重 发病和突然加重 没关系 关键就是他会危机 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这个时候 医副医院就要采取紧急的医副措施 这就是精神科的急诊 精神科病的突然爆发 云有病突然加重 这样加重的机会 他会损害他自身 他会自伤 或者危机他人的健康 这个时候精神科的急诊 就诞生了 对不对 精神科常见的急诊状态的 主要表现和处理要点 看有哪几个急诊 怎么样处理 简单来说 第一个症或症 我们就叫做 占大部分 叫做精神运动性兴奋 我们精神运动 按照是处于一个 比较平和的状态 高兴可以 不能高兴得 嗨得不得了 低落一点可以 但是不能低落的 寻思觅活 这样 精神运动兴奋 就是指着它 高 精神活动普遍增强 言语增多 动作明显增多 它又分为两类 一大类叫协调 精神活动 协调一致 并与梵境相协调 这一类大家说 它的破坏性就会低一些 那么下面一类 那叫 它就是 很乱的 言语行为和思维情感活动 复不协调 就是它内部之间的统一性被破坏 同时与梵境呢 更是相脱离 也就是不能被理解 也就是不能被理解 前一类我们常常见到的是 赵狂状态 比如说它 兴奋化动 它甚至很有感染力 比如说我们跟一个赵狂的人 看病 它一跑进来就给你握手啊 行动很多啊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然后你跟它握画 你今年多大啦 今年三十三 三月桃花开 开花接了谷 结果给猴使 这种 出现这种思维高度的奔积 而且这个时候它爱管闲事 会跑到马轮中去指飞交通 那都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义务指飞交通 这样的竞争论性 它会 就会再生一定的危害 但是 它很少 当然也有 会主动攻击 那么 这种不协调的 第二种不协调的精神病兴奋 它的危害性就要大了 因为它这个时候 它的思维是怪异的 它的行为是凌乱的 它的危害性就要大得多 它的行为就是不可预测性 也多得多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出现于各种重型精神病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两类 一种就是精神分裂症 另一种就是情感障碍 那么当然它也会在 取体疾病 70级精神障碍里面出现 异症样精神障碍里面可以出现 反应性精神病 人格障碍 还有就是喝多了酒 酒和药物依赖 这样一系列疾病 都会出现 进行运动性兴奋状态 到我们再来 进行控制 那么 什么属于急诊的指针呢 明显的兴奋造动 缺乏自我保护 或者导致外伤和 制控能力减弱 而攻击他人 扰乱士领无法管理 这个必须要看急诊的 由于长时间出于兴奋状态 他不断的兴奋 唱啊跳啊说啊 体力就会过度消耗 就会导致全身的衰竭 全身的衰竭 那就后果很严重了 这个时候比较降低的兴奋性 也是急诊 还有一些是不吃饭 饮食减少 但是活动多了 偏偏出汗多 这个时候水电 这次平衡被破坏 还有一种年老体衰 伴有躯体疾病患者 本来就很差 奄奄一奄一息 他突然来个兴奋 他不能承受这种高度的兴奋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急诊的几个指针 就治的程序 第一个就是 金正恩大夫 你的这种 你的言语的能力 你对着心理的辅导 你的表情 你的行为技巧 要能够尽量地缓和下来 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首先就是一个优秀的调节员 第二个 说好了 说是安抚了他一下以后 这个时候 就要用药 控制兴奋躁动 就是什么药 大家都寻过药理学 镇静催眠药是被首选的 对吧 那就是本来当中的药物 本来当中的药物 我们都熟悉 大家都知道 安定 路向安定 路腔安定 这样本来当中的药物 口服 或者是基住 但是说他一旦到了我们 来找急诊 到了我们急诊时的话 我们还会给他口服吗 经常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给他基住 禁忌 这个安定的药物 本来当中的药物 最可怕的禁忌 这是什么 复膝医治 所以说他如果本身 就是有一个复膝医治的病人 又有心衰 或者是症症及无力的人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 他有禁忌症 那么不能用本来当中的 或者是说除开本来当中的 我们还有哪个武器可以选择呢 那就是抗精神病药 抗精神病药 抗精神病药最常见的 我们有三个药 就是有注射液的 有蒸剂的 就是涂派定醇 海毒 滤病菌 分乃菌 这是可以记住的 这个药我们要注意什么 就是我们要看看他受不受 我们长期知道说的话 他受不受得了你这一针 那以什么来判断呢 那就是要不能太年老 不能太体衰 具体情况不能太差 如果差 年老又体衰的话就要慎用 这是用药 金神病药还有什么办法 大家知道 这可能你是第一次听见 保护性约束 什么叫保护性约束 对 约束他的这种动行为 你跳啊撈啊吵啊乱来啊 我就把你让你的手脚给你自动 还有的就是要我们要积极地处理原发病 必要的时候要请相应的科室会诊 纠正水 垫垫的死涵 把吊子给它打上去 部分精神运动医新婚患诊 特别是取体习病所致的 要住院治疗 暂妄 这可是我们精神科急诊 和会诊的一个正头 正头系 我们都知道 它是由于各种原因 导致大了功能障碍 但是大了功能障碍 一般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 是可逆的 是短暂性的 是一过性的 如果说是不能可逆 是长期的 不可逆的 那就是慢性脑病症或症 那就会过渡到痴呆 对不对 这个张望好了以后 它只是不能回忆 它能回到病情水平 或者弱低于病情水平 各种各样的 脑部的疾病曲体的疾病感染症毒 精神活性物质 还有感染和曲心说 诱发的急性精神分裂症 少数的扎忘性症狂 都可以出现扎忘 那就是说我们在其他的内外科 内外妇儿传的这个临床 要见到扎忘的病人是比比皆是 这好像我刚才讲到的 肝心脑病消化个疊一样 震战 然后 这个一时的障碍 肝心脑病毒症的病人都可以出现扎忘 控制呢 我们就是在躯体情况 容许的情况下 可以用腐败定存 或者分来进口 这是我们以前用的最常规的方法 那么现在 我们更多的会选用 非典型抗击人的药 非典型抗击人的药 像现在的利培酮 奥旦瓶和这个 奎柳瓶 慢慢慢慢逐渐就取代了 我们第一代的抗击人的药 在没有复习和循环衰竭的时候 本阿旦拙内是可以用的 也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是给他击准 伴有错觉或幻觉的 可以显用 上述的抗击人的药物进行击准 病因不治疗 暂妄 是不是就广告我们精神和大夫 给他打正经济 错 他其实首要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积极治疗原发病 尤其是当病因清楚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病因治疗 同时要进行咫尺和对症治疗 比如说纠症水电解质平衡 安全防范 这些脏弯人的意识脏外乱来乱动 我们要对它进行保护 大部分脏弯状态的患者 要及时的住院治疗 不能处置大业的 很茫然的把他丢在外面 漠视他 自杀与自伤 这是精神科急诊的一个很有服务的一个大的板块 自杀和自伤 这也只有精神障碍患者才会做出这个事 也许你以前没有精神障碍 你一旦有自杀和自伤的行为 就自动的就进入了精神障碍 心理障碍这一块了 对吧 一个人好好的干嘛要自杀自伤呢 而且自杀自伤的情况很危急 属于急诊 自杀 休息 为什么要自杀 什么叫自杀 自己接受自己的生命 自己杀掉自己 自伤 自己伤害自己 都建于抑郁症 第一大杀手 第二个就是精神分裂症 第三个在人格障碍和慢性 矩症毒的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类病人的急诊的指诊又是什么呢 辞世了自杀 或者自杀未遂者 自杀已遂的人还来看病吗 到年王爷来看病去了 精神障碍加重 有自杀言行流露 或者有自杀准备 特别是既往有反复的自伤自杀死的患者 这个肯定要急诊干预 半自罪自责悲观绝望的严重的抑郁症 具有自杀倾向 就是以前是个严重的抑郁症 但是他出现了很多的自责自罪 这样的妄想和悲观绝望的这种情况 我们要进行急诊 精神分裂症的人有罪恶妄想 或者是迫害妄想 或者是他的行为可能受妄想支配的 这也要进行急诊 你见过几个有一些妄想 有一些幻觉的人一定要来看急诊 一定要急诊处理 没有 但是如果他有罪恶妄想 迫害妄想 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就职的程序也是按照心理质量 其目的是稳定患者的情绪 减少自杀的撑动 以焦虑和积悦性症状为主的 我们可以给他本啊但着了的药物 可以扣服 也可以记住 如果是被幻觉和妄想支配 来采取自杀的这样的人 我们就要给予抗精神药物 这个时候就要上强有力的药物 那包括芬海静 舒逼利和腐败定存基础 若是自杀 自杀成动非常强烈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它 保护起来 必要的时候要注写治疗 其实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 大家都知道 叫电疗 我们叫ECT资料 又叫无抽筑 电修课疗法 叫做ECT资料 这可是个法宝 还有一类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 精神运动兴兴兴兴的 我们知道 还有一类就是相反的 叫做精神运动兴兴兴 就是木匠 这个木匠呢又分为 这个紧张性木匠 气质性木匠 等等 木匠的病人就是 精神运动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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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诊断这些木匠,木匠的病人都不说话 我们要把它诊断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要询问过去的病史,详细的体格检查 必要的辅助检查,以明确木匠的内容 然后针对不同的木匠处理 第一大类木匠,紧张性木匠 我们都知道是由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所导致的 毫不犹豫地用抗精神病药物做治疗 这里面首推的药物就是舒逼利 我们就叫药物性电疗 药物性的电修科,化学性的电修科 就是舒逼利,给它低上 反应性木匠的一般不需要太处理 比如说很悲伤的事 或者是硬要处理的就给一点本来蛋糕的药物 或者是小剂一样的抗精神病药物 气质性木匠,关键就是要进行原发病的治疗 比如说即使抗感染治疗或者是切除老战畏性病障 还有就是通过食管,肠胃管进行营养 病药的时候进行肠外营养 肠去卧床的病人,我们要预防入床的发生 嗯,这个一类,还有一类在金城河急诊里面就是证毒 这里我自列出了这个阿平内的证毒 其实,酒证毒,抗精神病药物的证毒 扶了大量的安定自杀的证毒 都会落到我们头上,都是为金城河大夫处理 那么,他的处理原则,大家往下看 比如说阿平内证毒的病人,他一般就会出现意识障碍 这种阿平内证毒,比如说马肺诊毒 最常见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他戒了,戒了很久了 但是他又服膝了 突然一下用了一个很大的料 因为他是既往的金,用了一个很大的料 就参成一个急性症状 这个时候出现,有的就是疑症把自己给打死了,回不来了 这有,那么,还要可能抢救回来的就要急诊了 有意识障碍 复习意识,马肺是一直复习的 还有,针尖样痛口 这是马肺证毒的一个很,一个强烈的指针 当然,我们有药的,用试子一试,就出来了 所有的证毒,不仅仅是阿平内证毒这样治疗 能药制度实际也是这样治疗的 安定内证毒也是这样治疗,怎么知道 第一件事,你要是把那个没搞完 没有被吸收的,赶快把它让出来,就是洗胃 彻底洗胃 然后就是,维持生命体征呢 该有伏习障碍的,你要保持伏习腾脏 要上痒呢,然后要上心电肩负呢 然后,每一类不同的证毒,可能有自己的结抗剂 那么阿平内证毒的结抗剂是什么 心理危机,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在现代的这个精神的急诊里面 有一类叫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的处理,它的指针就是情绪明性的变化 比如说情感麻木,极度的悲伤,抑郁焦虑 或者是出现严正的急约状态 有自杀的意图和行为 根基和报复他人的意向和行为 出现幻觉妄想,这就进入了急诊的范畴 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进行鼓励交谈 成分听起当事人的意见 他是我们的当事人,我们要看看他的结在哪 给予恰当的心理支持 提供适当的建议 防止过激行为,如承动,攻击,自杀行为的发生 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适当的医疗帮助 焦虑急动者可以给予本案弹主的药物克服 幻觉妄想的呢,可以用抗精神的药物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